你的知情不再流泪 啊不再流泪 为何有那干不完寂寞的长夜 您现在收看的是华语电视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星期二的生活时尚 没错,今天当然有紫青 有捷克 没错,今天有见到我在你的存在的时候 多数都知道了,大家都猜到我们带大家去旅行 考虑一下,记得我们上次去到哪里 上次去到水香 这个就是 在哪个国家的 这个就是在 阿根廷 阿根廷的布宜洛斯艾利斯 另外一个附近的城镇 其实在南美洲这一大 我觉得比较上交通方面都没那么方便 交通不够方便 没错,可能你说亚洲方面 或者可能欧洲方面 他们交通比较发达一点点 为什么呢?原因有没有想过? 原因是因为周边太多不同的国家 其实因为环境问题,地理因素问题 因为其实在南美洲来说 它的地理位置 还有很多高山 所以如果你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 很多时候要环山而下 攀山越岭 所以令到你的交通比较不方便 令到你很多时候 简单的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 本身可能坐飞机过来两个小时 但如果你要坐车的话 可能随时要10个小时以上都不出门 差那么远? 是不是好像我们在这边? 不同,不同 这边反而在美国就方便很多 好像我们在美国上加拿大 你驾车10个小时或8个小时 但你坐飞机也是一个多小时 是这样的比喻 可能再严重一点 因为它比较难走 山路或有不同类型的地理位置地形 其实今天讲的国家 为什么我讲这个题目呢? 讲地理位置 原因就是今天讲的国家 是比较上特别和独特一点 很多时候你见到国家 他们大概在同一个地理位置里面 他们的环境都不会差很远 但可能你说中国地大密博 可能会有沙漠 可能东南岸那些就会有比较暖一点的气候 可能东北边就有冰一点的气候 但其实有类似的国家其实不是很多 我们北美,我们连美国也是 美国就比较大 比较大 东西岸有时气温差额也很高 还可以 但讲今天这个国家 它的相差就更大 例如有什么不同呢? 它好像分了不同的 简单来分,主要分了七个气候 会不会一天七个? 那不会 但今天讲的国家的温差很大 例如一个国家里面有一些地方 会有沙漠,非常干旱 有些地方是亚热大 每天都下雨 有些地方就是冰川 有些地方就是高山 有些就是草原 比如说你要去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 那你就要准备几样不同季节的衣服 你就要很肯定知道 你清楚自己去哪个角落 可能你说这个国家的北边 就是比较上冰山 和沙漠比较多 它两边就是山 中间就是隔着一个沙漠 而这个国家的中部 就是亚热大气候 就比较和暖 有平原 而南边就是海岸比较多 可能会常会下雨 又会多些雨林 所以就比较上独特 和南边还有冰川 你讲了这么久 这个国家 究竟是哪个国家 你去完 暂时就离开了 阿根廷 去另一个国家 那是哪个国家呢 其实如果上次 上星期四有看开 我其实已经有买了一些关子 讲了一些透露了一次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就是说在南美洲 一个比较上去富裕和发达的国家 就是智利 它们被誉为 就是由巴西 阿根廷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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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就是巴西 巴西 C就是智利 阿根廷是智利 这三个国家 被誉为是南美洲最发达的三个国家 刚刚就叫ABC 所以上次我记得你说 智利这个地方的国家 是长条形的 由于它的地形是这样的 是长条形的 没错 所以譬如是最北边的地方 就是有冰川 会冷 最北边的高山就是冰川 不是冰川 是冰雪山 雪山 而且中间是沙漠 很热 很干海的沙漠 尾 即是南边那边 是的 就近南极 就是亚烈大森林那些 它临到中间下面那位 就是海洋性气候 去到最南边的点位 就是很多人会在那地方 选择在那里 或者在阿根廷附近 就是坐船 到南极 哦 即是那里到南极 就近了 就是最近了 其实全球可以去南极的地方 不是很多 我说坐船 坐飞机 当然到处都可以去到 但是如果坐船 其实这个世界上 都会只有两个地方 可以坐船 哦 除了智利 智利遇在阿根廷 其实在阿根廷附近 在智利和阿根廷的那一点 其实都是很难辨的 是 一个就是在阿根廷的最南边 一个就是在这个 纽西兰那边 嗯 没错了 说了这么久 其实你喜不喜欢智利这个地方 其实智利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给我很多的惊喜 我想也没想过 我会那么喜欢智利这个国家 你去到之后 很多时候在捷克 很多时候去的地方 即是你没去过去 没去过 当你一去到时 你会觉得很惊喜 原来的地方这么好 那你就会爱上 你会觉得 对啊 即是给你一个很特别的印象 因为你没想过 这么好玩 而且感觉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 你做research的时候 跟我真正去到的时候 感觉完全反差很大 我很喜欢这个感觉 因为他富裕 所以有很多的文物 或者很多的建筑物 很多的设施 在你想像以外 所以你就会觉得 咦 真的差那么远 那你又会很惊喜 你会喜欢了 其实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 是 但是 当然 你每一次去到 都有不同的特别 你的期望会不同 我好像今次去到智利 本身打算 听人说 有人去过的时候 都说智利是一个 比较 在南美洲来说 比较贵的国家 我真是听不听 但当我去到的时候 我觉得原来 它贵的 真的也是贵 在某些特别贵的地方 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豪庭 特别的贵的商业大厦 它也拥有全 南美洲最高的大厦 你想想 其实也是一个 挺繁华 挺发达的地方 还有它的人 的平均生产总值 差不多到两万美元 一年 其实都可以的了 你计算在南美洲的 生活条件来说 是吧 算是其中一个 南美洲最有钱的国家 所以其实在当地的人 生活都算很不错 水平都中上 是吧 但也有些冒险的情况 我去到某些地方 当地的人也跟我说 叫我和我的朋友 把所有重要的贵重 也都藏在一个袋子里 不是一个不是两个 是沿路一路走的时候 沿路有十几个人 就好像他们抓住你 叫你 你不要再走进去这个地方 是很危险的 跟我们说 叫我们把所有的财物 所有的相机 和银包 不要放在身上 放在背囊里面 然后背囊还要放在前面 抱着 如果你要走进去的话 而且入了黑 就一定不能进去 就是有某几个地方 是令到我们突然有些 黑点来的 是 是 即是当地人都要这样 苦口婆心去提醒你 是的 不是一个两个 是前后有十几个人 沿路走的时候 会不会是你住的酒店 跟你说 有的 他说他中途有时候 我参加了一些 走行旅行 就是免费带你去行个城市的时候 他有些 角度友也跟你说 有某些位置 就千万不要进去 那些 就是有点危险性 但是我也有点挑战 有点冒险 就是日后的时候 走了去某些 说是危险的地方 也做好安全措施 把所有的钱都放在酒店 自己摆住背囊 穿与此礼 但是也是有点冒险的精神 嗯 男生当然是这样 就是向高难度挑战 尤其是日后应该是可以的 那你也很幸运 那你也很幸运 是早上好做 9点多10点的时间 我认识 你拆尾层 不是的 那些坏人没有那么早起床 就是这样想 但是 其实有时候你想想 可能那个华人 就想着下班 下班了 想着回去睡觉 就是他还没下班 对了 下班了 想着远号 就像的士司机那样 想着下班了 怎样呢 就是见顺路 就带你了 顺路就带你了 就带你了 就带你了 反正也是下班 也很幸运 整个旅程来说 都很顺利 整个智利 也给了我一个很温暖的感觉 当你一路走去 那段比较危险的路的时候 但你沿途不停有那些市民 跟你说 叫你收到你的相机 收到你的钱包 电话 这些 其实你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 是很温暖的 嗯 其实他 我在想 他们是 打劫还是抢劫呢 抢东西比较多 其实他说打劫也会 但是抢东西比较多 就是明抢那种 是的 所以背囊要抱在前面 不是背在后面 背在后面 很容易一拔你 就会脱手 是的 所以 尽量也要小心一点 但我也很幸远 整件事没有危险发生 而且也拍了很多照片 虽然说危险的地方 但是可能说 不敢拿一部大机出来拍照 小小的偷拍两张 也会有的 待会在节目里面 就会带给大家看一看 当然 讲回智利这个国家 其实我今次是由阿根廷进入去 其实入境的时候 我是未试过 不要说那么严 他不是过关那里严 他不是查询你是否身份 他是看看你有没有攜帶食物 那里很严 哦 他会看下你有没有食物 是的 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 很多国家 但是 很多时候他们都去检查你的身份 是否你的护照 之类之类 但是这个国家智利 为什么他会检查你的食物 检查得特别严厉 严厉 例如所有植物 不能带进去 泥土 石头不能带 石头也不能带 还有什么呢 还有食物 所有的食物都不能带进去 那就比我们美国很多 除非是那些 已经制成了的制品 就可能好像可以 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要买个关子了 是的 稍后我们去完广告之后 回去继续和大家说 为什么不能带那么多食物 到时候开顾一下 不要走开 请回到这里 ". 老缪村菜 新闻店全新开张了 享受湾区的老缪村菜 数有一菜一格 白菜白味之清 清水村味 离香食尘 所谓食在中国 味在四川 让火辣的气息 唤醒沉淑一东的味蕾 让鲜辣的味道 体验开启你的 万妙之旅 老早村菜 Sepatel South El Camino Real 2450号 电话是650-345-6288 老早村菜 做给四村人吃的村菜馆 昌星珠宝隆重介绍 全新豪雅 敬钱系列晚表 速度活敢激情 无惧挑战 成就自我 300米防水表壳 优雅兼顾耐用 热爱运动男士最佳选择 请即光临湾区荣誉代理 苗毕达昌星珠宝 5回报率 现在就来北加州 平均回报率最高的Cash Creek 见我们亲切的一面 Cash Creek倒城 来这里玩 玩最好的 华语电视最新推出全新概念的 明星夫妇户外生存真人秀 出发把爱情 邀请四对明星夫妇 在极限的环境中 接受真爱大考验 将观众视线 聚焦在当下娱乐圈 最具话题的明星夫妇之上 最具代表性的明星夫妇 都会一一接受考验 记住留意 集合了明星夫妇 野外生存 运渡竞技等元素 以先锋之态 登陆华语电视的 出发把爱情 我要请床下的 我要考博 我一个大男人 整天泡在这个妇产科 您不想包孙的 我不仅是你的领导 我还是你的父亲 那您就更应该替我着想 替咱们家着想了 你说是我谈这几个女朋友 我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 我是妇产科男医生 你知不知道 红婉晴是习惯性流产 她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还想怎么样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这肚子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孩子是你的呀 习惯性流产的 这也是我的吗 你连有两个臭条都了不起 是吧 不过我会告诉你 这也是我的习惯 儿子也是我的 故意骗人吧 故意不给我机会 给我希望 然后用行动告诉我 我一分不知 我就是个废物 我根本就不会做这个手术是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 只有我这个人是傻子 我以为你在帮我 其实你是在帮你解放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呢 我辛辛苦苦努力地超过 被你们偷去了 他要不是你解放 你能假惺惺地帮我 其实是在帮他 我现在唯一有的 值得一丁点的希望 就是主任这个职位 那是我爸 用他医生和心血 换来的职位给你的 你以为只有你知道吗 我们早已经讨论过了 再说你有什么权利 给患者有无谓的希望 以为我什么是你的意思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 华语电视获金桑 好了很心急 回来第二节的生活时想 就想和结果讲一下 为什么入境治理这个地方 为什么受到这么严 就是食物 种子、泥土这些 食物、种子 我们就知道明白为什么 为什么 植物、种子这些 因为怕你有些细菌 带进去过減 我们美国也是 没错 但是你说 食物 我们就只说肉类 不可以带进来而已 但是为什么 任何食物除非制成 除非制成 可能有饼干那些就可以 糖 已经有包装了那些就可以了 可能你说 我现在想带一只烧鵝 那也不可以 就是类似这样说 烧鵝 就是我们只带上 鸡吃都可以 是的 但是问题呢 如果你带一只烧鵝 好像回香港可以的 你好像是龙虾 我带过了 类似就可以了 但是这些国家不可以的 尤其是智利 其实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纽西兰也是 纽西兰也是 同样对你带进来的食物 你的动物 植物 各样东西都很关心 很严谨的 不会被你带进去 原因是什么呢 可以猜 其实因为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因为它是地理位置问题 因为智利的地理位置 本身它的气候 它都比较隔绝 因为它两边都有 左边有一个海边 海岸 就是这个太平洋 而右边 就是这个高山 隔绝了 所以它的气候 成为了自己的运营一格 如果任何一些物种 例如说的细菌 任何的毛虫 或者任何少少的生物 不同类的生物 或者寄生虫 进去的话 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慢慢地扩大了这个影响 就成为了 好像我们现在美国 或者澳洲 有些不是属于那里的品种 而在那个地方生存的话 就成为了他们没有这个 天生的竞争者 没有竞敌 所以他们就可以将那个地方的 本身的生态环境 就会令到它乱了 所以令到它从而 整个国家的生态环境 会有问题 哦 它又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生态环境 会静悄悄戴的 也会有的 就是排除不了这些的 但是它就尽可能 就是我好像不觉意 我就带了一个 本来在阿根廷 买了那些 那些炸饺子那些 那我就带了它进去 我只是想吃 这意思而已 谁知道它就说 不行 我这个不可以带进去 我任何肉类都不可以带进去 那你是不是要在 在这个关键人员面前 吃了还是扔掉 因为吃了就扔掉 但是我又很赶时间 那就扔掉它了 不要紧要了 但是怎么也好 其实如果下次去这些国家 就是智利或者是纽西兰的地方 就尽量注意一下自己会不会 有时候不是想自己带不带进去 但是有时候会影响了 别人的国家的生态 可能不知道的 不出其地 你自己有意无意也不知道 就影响了 但是就会令到 可能人家的国家的环境 就影响了很多了 是的 就是因你的任性 以及自私 都是一个自私的行为 因为人家有什么管制 其实当然是他的原因 有什么开始 从智利入境说 还是从哪里开始说起 我们从智利 当然 说从智利开始 入到他的首都 就是叫做圣地牙哥 圣地牙哥这个名字 大家都很熟悉的 会不会有 不是啊 西岸 就是圣地牙哥 是的 这个叫做圣地牙哥 和圣地牙哥 差一点 但语音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首都来说 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非常多人 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他的国会大楼 是不在这个首都里面的 我自己没有做过研究 但是我自己知道这么多地方 我没见过 这个首都的国会大楼 不会在这个首都里面的 是的 很少的 你想想一下 明明你的首都在这里 他的皇宫也在这里 总统府也在这里 他的总统当然是住在首都里面 但是他如果要开会的话 是要去一个距离首都120公里 大概两个半钟头车 不是啊 的地方 的城市 免得失事 什么啊 免得失事 对啊 在另外一个地方叫Vamperevist 就是另外一个海边城市 而要开会的话 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开会了 其实都比较格涉的 是的 原因是为什么呢 我待会去到那个地方 就是说到第二个城市 我先解释给你听 首先我们现在去到首都 事不宜迟 给大家看看 究竟这个圣地牙哥 和我们美国的圣地牙哥 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是三藩市的朋友 可能比较熟悉 是的 就是开车去大概十个小时就到了 我也在三藩市去圣地牙哥 是吧 十八九个小时 我没有那么久 这个就是去到 智利圣地牙哥的第一张相片 就是看到他一开始 就已经见到很多街头小吃 我感觉回想起以前 好像美国比较少一些车仔当 就是以前 不是啊 现在很多车仔当 嗯 就是买的东西都是一样 都是炸鸡腿的 不止 你现在是在我们附近走的 你说是烤鸡腿 吃烤鸡腿的那些 不止的 是的 有很多的 就是这些比较简单 也有 它就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食物 我见到 比如在一条街的时候 它有十几二十档 同一时间在一条街上出现的 就是有些夜市的感觉 不是说 可能你说 这一档一档一档 是是是是 走很远又一档 这个就很集中的 你会记得十几样不同的东西 可能不止十几样 可能你二十几档的车仔 就会在同一条街上 对 类似香港或者中国夜市的吃街 挺有趣的 而它现在在我们拍照的这个途中 就是一个当地非常传统的饮品 就是我喝完 其实它解释给我 我问它 它解释给我 我就不明白 说英文的 它说西班牙文的 但是我喝下去 我就喝了很多次 二米水加蟶水 类似的味道 二米水是黏黏的 对 它有一些粒粒粒 好像粟米的东西 但是咬下去又不是粟米 类似粟米的 都像粒粒粒粒粒 就会在杯底一半左右 而另外一半是水 又有点像二米水的味道 蟶水是清甜吗 是的 但是甜的 二米水不是甜的 但是它有一些甜味 大家想知道 就煮些二米水再加蟶汁 对 类似 当地就去掃街 第一天就去掃街 因为他拿了机机之后的时间 就很肚饿了 就被人收了我的饺子 我就去掃街 去吃吃吃 究竟地有什么车仔当吃 那这个是喝东西 是的 哇 这个 有很多车仔当 就像我们香港的花园街 旅人街那些 卖的那些产品 它们推销员 很有趣 拿着咪咪不停地说话 是的 没错 那些叫什么推销员 街头推销员 但我很喜欢它们的说话的模式 很有趣 不用停 没错 连heat连续地说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 就像唱歌一样顿错 是的 很厉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所以你不知道他说什么西班牙文 但你觉得很好听 其实我自己录到这段视频 虽然我听不明白 但我觉得很有趣 就算你不要在西班牙这个地方 不要在智利这个地方 我在香港我看到一些街头的 卖刀 卖刀 卖红酒开平器 诸如此类的人 我都会站在那里听他们说 尤其是我们做开这一行 口吵很重要 他是直接不停的 脑子一直不停转 你见到他 是的 真的很厉害 我自己很佩服这一个职业的人 当他一想停 停 可能不想脑子想东西的时候 他就慢慢说 多少钱多少钱 可能是慢慢重复一句话 是的 然后完整休息 然后再继续说他的内容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个职业的人很厉害 那是买什么的 这个好像是买那些 类似的 刀吗 刨刀 刨刀 但他有一些水果 在上面有些红萝卜 他有示范 有示范 是的 我站在那里五分钟 听他和西班牙文 讲了一段连接的文章 我想问你记得 旁边的绿色和蓝色衫 这两个男士呢 绿色衫中间的那个是助手 是的 卖镜刀他穿着厨师衫 是 他戴厨师帽 而左边的那个就是旁人路人 哦 是路人甲 是的 好 继续看一看 是的 那一张照片 嗯 好了 是 斜景 是的 去了市中心 亦都开始进入游客区的时候 都开始看到有些斜景 嗯 我们就很开心 走过去跟那些斜景拍摄照 但是那些斜景都挺受欢迎的 又看到有些游客走过去跟他们拍摄照 他们的笑容都满分的 他们都 就好像我们纽约的斜景 没错 可能他们已经惯性地成为了其中一个景点 是景点 是报警版 其实是 是的 也好 看一看当地的斜景 嗯 不得那样的 都齐齐齐一两只马 和两位斜景 是的 这一个就是 拍下去 其实我不是想拍这座大厦 而是大厦里面的背景 那一座倒影 反影 倒影 不是反影 是的 反影和倒影 这座塔是其中一座 比较独特一点的疗望塔 待会我再说这座塔 我先拍给大家看 嗯 好 先看 是的 接下来 这个就去到 其中一个出名的广场 叫做武器广场 武器 还是说的那种武器呢 还是那些 可以打人攻击 刀刀刀刀刀那种武器 哦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以前阅兵 所以有些武器在这里 武器广场 这个就是当地的主教堂 整个国家的最重要的教堂 是不是都是天主教为主 是的 七成人都是天主教的 哦 就好像是阿根廷那样 是的 它就叫大都会主教堂 基本上所有的大小的事项 如果所有关于主教的仪式 都很多时候都会在这里做的 嗯 尼沙那些 嗯 也都在这个武器广场附近 其实还有几座重要的建筑物 比如一个大概有150名历史的邮局 现在已经被列入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另外一个就是以前的皇宫 现在就成为了一个历史博物馆 嗯 所以其实这个地区也有很多的 有代表性的建筑物 还有很多漂亮的东西给你看 附近有很多人卖东西 有摊摊档 也有很多警察维持治安 当然 因为我想都是一个旅游区 好像我们四十二届之类 比较多人的地方 有150年历史的邮局的话 很多人都会来拍照 现在还正在用着的 正在用着的 好像总局 是不是很大型的 也挺大型的 其实大家喜欢看皇宫 还有刚刚所说的几个主教堂 应该这些图片 应该是圆圆不绝 应该会分析给我们看 没错了 那就是时候 差不多等大家休息一下 再回来看看其他 杰克拍到什么漂亮的照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ery Fair CH Premiere 苗毕达 昌星珠宝 Omega 007海马300 Spectre 这些东西你不能告诉别人 因为你不相信别人 James Bond的选择 全球限量发行 R007 一个最后一件事 它做什么吗 它告诉时间 请吉光临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e 吉苗毕达 昌星珠宝 日常饮食 品尝美味以外 身体健康也要懂得把关 实在有健康 每集都有讲究养生的 潘怀宗博士 传授生活健康资讯 料理达人詹姆士 教你轻松学料理 每集节目针对某种食物 进行健康考察 让观众了解食材本身的营养价值 每周日中午12点 获取美食健康常识 学做好菜 是西式珍宝 还是烂铜废铁 是价值连城 还是一文不值 见真假 变古今 说故事 论价值 带您进入终极收藏世界 专业团队 现场鉴定 华语电视 每周一晚上11点 为您健保 我要请床下 我要 考博 我一个大男人整天 泡在这个妇产科 您不想包孙子吗 我不仅是你的领导 我还是你的父亲 那您就更应该 替我着想 替咱们家着想了 你说是我谈着几个女朋友 我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 我是妇产科男医生 你知不知道 红婉晴是习惯性流产 他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还想怎么样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肚子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孩子是你的呀 习惯性流产的 这也是我的吗 你没有两个臭权 都了不起 是不是 不过我可告诉你 这是我 儿子也是我的 故意听人吗 故意不给我机会 给我希望 然后又行动告诉我 我一直不知 我就是个废物 我根本就不会 做这个手术师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 只有我这个人是傻子 我以为你在帮我 解决